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针就是用全息可以做出八针 还是用穴位 就是传统的穴位 这个我们在教学的时候给了大家 还有一个是十六针 十六针的意思就是做一个经络互换 经络互换的时候就会得出一条经络两个穴位 那就变成十六针了 那我们的整体平衡是这样的 这整体平衡的课呢 是一个是两部分都是整体平衡 那一二 这样就一二三嘛 一二的诊断都是一样的 三呢 穴位就有区别了 什么区别呢 就是我们是在整体平衡里面内容就是第一个区别 这个主要教的就是以全息取向的 取血的 第二个呢 是以经络转换的 他们两个区别在这边 所以我把两个一前一后分开来教的 那你们看网课的时候呢 那个标题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应该变化不大 我记得 我要取那个名字的时候 你可以看完 你可以看完一个全息取向的 你再去看那个经络转换的 这样的话 你笔记可以把它做在一起 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方法 你要看诊的时候 你要回来看的话 你就有两个方案 就从真究一 真究二 二了以后 对吧 然后真究三的时候 你就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选穴 以全息为主的 一个选穴 是以经络转换为主的 两个都可以使用的 可是在整体平衡里面呢 它的特色就是一定会选到系统6 一定会选到系统6 第二问题是扎针整体平衡以后 要扎本穴 扎圆穴 对吧 没错的 那个我们 不管是局部平衡还是整体平衡 我们首先要这个概念 不管什么病来都是按照 一 二 三 这三个步骤区 一 就找病变的经络 那我再讲一次 病变的经络 在找病变的经络 不管一 不管是局部平衡还是整体平衡 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到了真究二 真究二的时候呢 局部平衡呢 如果你没有选择系统6的话 那你一般你选择一二三四五 你都不会扎到患病的那根经 对不对 那根经络 你不会选到那个经络来平衡 就本经治疗平衡本经 那系统6 系统6呢 就是这个 膀胱经本身 那真究三 那你去看全息 扎 扎在上面提到的那些 那些经络上面 随便一个都可以 接下来呢 到了真究三 真究三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全息 也可以本穴 真究三可以全息 可以本穴 还可以圆穴 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 经络转换 那比如说 你这个痛 这个是在膀胱经 膀胱经 你做局部平衡的时候 你选什么 你选 到了真究二的时候 你选的是 这个系统 系统一 那系统一呢 就是小肠经 系统二呢 就是肺经 系统三呢 就是肾经 对不对 那真究 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 做这个整体平衡 整体平衡 你还是膀胱经疼痛 那这时候呢 这是真究一 那真究二呢 我们可以选什么 可以选 这个 哨音太阳 因为太阳有膀胱经 在里面 所以哨音太阳平衡 对不对 如果你选了哨音太阳平衡 那就四条经络 如果你做了 你就是说 很这个明显的 然后这一处呢 正好你要扎的平衡经络 是你在做 已经做了本穴 扎过了那条经络 你还可以去做全息 取却 没有关系 第三个问题 你看 可以选一四 或是二五 对吧 一四二五 都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的 呃 什么时候选一四 什么时候选二五 二五呢 比较不痛 你看穴位 一四稍微比较痛 所以你扎一四 也可以不痛的扎 只用小针 扎紧穴 因为一四嘛 一都是紧穴 整体平衡 整体平衡 的两个基础平衡 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他做的是一个 挂平衡 他的特色是挂平衡 那挂平衡的时候啊 呃 我们是通话 推倒推算 以后得出 那个挂 挂摇的平衡 对不对 阴摇平衡 阴摇平衡 这个时候呢 你做了这个挂 以后呢 你 你就不能在 这个经络上面 再去加任何针了 你不能再加全息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一加全息 它过向就变了 过向变了以后呢 有效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有效 没效 你不知道为什么没效了 因为你 开始决定了 你要用经络平衡 那你就不能用 全息在里面 反过来 如果你今天 哎 我们讲取血 经络中患 我们是讲第三步 针灸三的时候 OK 针灸一二是一样的 没有变的 针灸三的时候 反过来说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 去看一下其他的取血方法 如果你用圆穴 用这个 本穴治疗 的同时 你可不可以用全息呢 可以 OK 所以 本穴 跟圆穴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不受全息的影响 也就是说你加了全息以后 你先做全息 局部平衡的全息 还是任何整体平衡的全息 你还可以 把本穴 圆穴放进去 是OK的 是OK的 对 其实 有一些 你像那个 副科 还是谭巴针 有一些穴位 是不是完全能对上全息 其实很难说 那是谭老师的经验 他扎下来 他觉得这属穴位OK 很好 他就给我们了 他没有一个穴位 去跟我们解释说 好 这个穴位是干什么的 这个穴位对了什么 全息对应什么 他没有这么去解释 整体平衡 首先 要了解的是 只单单做了整体平衡 它就已经强大了 取穴呢 是更准确的去取 OK 随便你取穴 所有的取本穴 所有的此原穴 你不做全息 它也有一定的疗效 先要明白 如果你的取穴再好 你的取穴再好 你的第二步骤 第二步骤的经络平衡 没取好 那效果没有 也就是说第一步骤很重要 你确定病变的经络 接下来第二步骤也很重要 你要确定好你的 整体平衡或者是平衡经络 全部平衡 我们讲平衡经络 整体平衡的时候 我们就要讲整体平衡的基础模式 你要确定好这个模式 如果你这一步错了 第二步骤错了 第三步骤 你下的很准 你取穴取的perfect 也没用 所以 我们是按部就班的 一二三 它们三个同等重要 可是前面错 方向就错 这要明白 不完全对 首先如果你先做一个整体平衡 你做了整体平衡以后 你发现说 它还有一些症状比较明显的 OK 你想要加针 你是可以加的 如果你的整体平衡 做的是全息曲线 比如说你是弹八针 还是复刻八针 对吧 你是扎那个八针的 全息曲线的 那你在加局部平衡是可以的 随便你加 如果你是做的这个 症 经络转换的 那经络转换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加 也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可以加 一种是不能加 可以加的是什么呢 可以加在 不是经络转换的那几条 经络 比如说你是 你用的是太阴 阳明 做了一个经络转换 你要再加针 你不加在 太阴阳明 OK 你的全息要加的话 局部平衡 不加太阴阳明 其他你都可以加 另外一种情况是 整体平衡 你取穴 你本来就以全息取穴 来说的 你不是以经络转换的 除了经络转换不能加 其他都可以加的 你做的是全息取穴 不 全息取穴 那你在任何情况之下 你要加什么都没有关系 再来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你做了整体平衡 是用本穴 或是圆穴做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 你要加局部平衡 没关系 你都可以加 只有经络转换以后 你不能加 所谓不能加是 不能加在 那一个经络转换 你看是用哪一个基础平衡 那个基础平衡以外的 你都可以加针 不会影响 因为它是用挂腰来 转换出来的 你随便加其他的针 你就换了他挂的意思 你做了局部平衡以后 你要再做整体平衡 这时候我们不会再去做 这个经络转换的一般 我们一般就是用全息的 或者加本穴加圆穴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做经络转换的 你要确定说 你选的那一个整体平衡 它是没有被你之前在局部平衡的时候 那时候 扎过针的 那时候就可以加 比如说局部平衡就是说 你开始扎针 扎完了以后 病人好很多了 我要再加整体平衡的经络转换 你要选的是太阴阳明 结果你发现太阴阳明 已经在之前局部平衡的时候炸过了 这时候你就不能用经络转换的了 可是你可以用全息啊 你可以用这个本穴啊 你可以用圆穴啊 我希望我这样讲你会明白 如果还不明白你再提问 没关系啊 如果还不明白你再提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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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